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季叫什么 叫累敌 什么叫累敌啊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困住敌人 然后加以攻击 这就是第二季了 攻敌 现在林冲站在白虎结堂前 手指宝刀 而对面站着高球 高球的背后还潜伏着二十多个如狼似虎的军舰 而林冲一脸茫然 高球则路不可遏 高球喝道 林冲 你又无呼唤 安敢折入白虎结堂 你知法度佛 你手里拿着刀 莫非来刺杀本官 有人对我说 你两三日前 拿刀在府前伺候 必有歹心 你看 高球开口就是 你又无呼唤 安敢折入白虎结堂 就这一句啊 林冲就该冷汗津津津了 接下来 在林冲的一片茫然之中 旁边的耳房里走出二十余人 把林冲 后推倒拽下去 一切都是准备好的 白虎结堂就是一个陷阱 接下来 高球大露道 你既是进军教头 法度也还不知道 英和守直立刃 故入结堂 欲杀本官 注意啊 高台卫这句话 和他刚才对林冲说的话 有了一个非常要害的区别啊 刚才那句话是 莫非来刺杀本官 这还是猜测之词 还没有直接定罪 但是到了这里 这一句话就变成了 英和守直立刃 故入结堂 欲杀本官 已经是认定之词了 林冲的罪名已经定下来了 好的 现在嘛 既然罪名已定了 凶器又在 高台卫叫左右把林冲推下 要当即处斩 林冲大叫冤枉 当然冤枉啊 这里的所有人 包括了二十几个预先埋伏的军舰 都知道林冲的冤枉 其实呢 高台卫诱补林冲 社局陷害林冲 此处就有两大疑点 如果有公平的审判 审判人员细心一点 就可以推翻高台卫的指控 这两大疑点 是 第一点 就高台卫这一面说 如果你不是事先设计好的陷阱 你怎么一身断贺 话由未了 旁边阿房里就走出二十余个人呢 这二十余个人在林冲执刀 彷徨四顾的时候不出现 在高求与林冲对话的时候不出现 偏偏在高求下令的时候 一下子出来了呢 第二 就林冲的这一面来说 假如他真的是为杀高求阿来 那他就该在高求出现的时候 直接上前 八刀刺杀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执着刀向高求问安 林冲还在为自己辩解 大呼冤枉 高求质问 你来白虎结堂有何事物啊 现今手里拉转利刃 你如何不是来刺杀本官 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 他的要害就在林冲 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行刺 而不是高台卫要证明林冲就是行刺 林冲负有矩阵的责任 要林冲自证无罪 林冲告道 太位不换 怎敢入来 现有两个陈局往唐里去了 故转林冲到此 但是林冲不知道的是 这两个陈局本来就是高求安排的 你如何让高求承认呢 你又到哪里去找这两个陈局呢 所以林冲现在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悖愣之中 他举证 自己是高求派陈局召唤啊来 所以不是来刺杀高求 但问题是 他的举证却必须由高太位来证明 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林冲的自证实际上是一个死结 而高太位对林冲的指控呢 才是一个可以循环护证的有力处境 他否定林冲的举证 从而林冲就不能够证明自己无罪 林冲不能够证明自己无罪 那林冲就有罪 所以可以说高求胜劝在握 而林冲无法洗清自己的冤屈 可以说至此 林冲这个豹子头 已经被紧紧地绑附在高太位设下的卢王里 但是高太位在听完林冲不服的辩解后 还真的没有马上就在街堂里斩杀林冲 而是喝道 这思不服断钱 解决开封府 吩咐吞福音 好声推问堪礼 明白处决 好的 讲到了开封府 我就顺便解释一下 开封府是百宋的金城东京的行政机关 府音是开封府的最高长官 开封府是负责首都的大小管理事务 权力很大 甚至也行使着中央司法机关的职权 对于开封府沉职审理的一些大案 即使是刑部御史台也无权干预 百宋的皇帝经常地将一些重大的案件交于开封府审理 所以开封府实际上成为与御史台大理寺并列的中央审判机构 那么我们就一起跟着林冲去开封府 看一看林冲的命运 本来高台卫若是在太尉府里就杀了林冲 那也就一了百了万事大吉 但是他为什么又要左右把林冲解去开封府 让滩府营去判决呢 第一啊林冲不服大叫冤枉 而且客观地说林冲固然不能够证明自己无罪 但高求要证明林冲确凿有罪 是来刺杀他那也难啊 因为林冲在被抓捕的时候 并没有八刀出鞘刺杀高求的举动 因此就此在结堂里当即杀了八十万的进军教头 他对上不好交代 就算他能咬定林冲有罪 他也忒脱不了草率善杀的罪名 所以啊林冲此时大叫冤枉 那是林冲自己救了自己的命 第二更重要的是高求对于把林冲解到开封府以后 能够被判死刑他是充满信心的 你听他的口气就是吩咐吞福音 好像吞福音就是他的手下一样 要知道啊高求此人啊 他做人够狠做事够绝 如果他不能够确定吞福音会听从他的旨意 判决林冲处斩 他一定会在结堂前当即杀了林冲 至于善杀的罪名 他自会慢慢摆平 何况当今皇上正是一个被他摆布鱼弄的昏君呢 那么既然如此 既能杀了林冲实现目的 还能够借他人之手 自己落得个公正公道的名声 何乐而不为呢 那么开封府会征召高求的旨意 判决林冲处斩吗 我们下一讲再讲 好 这一讲我们的主题词是借刀杀人 这里包含了两个意思啊 第一杀人 第二借刀 杀人是高求的既定目标 并且此时林冲啊 已经完全落入大网 高求甚至可以就地杀了林冲 但是呢 在林冲大呼冤枉的情况下 高求最终还是决定 借刀杀人 这里面有着高求的把握 也有着高求的算计 说是把握 因为高求相信 开封府一定会秉承他的意思 杀了林冲 所以他有把握 说是他的算计 毕竟呢 这是与他的养子高雅类有关 此前来 这事已经弄得路人皆知 杀了林冲以后啊 高雅类还要接着占有林冲的娘子 如果自己动手杀了林冲 一定在舆论上对自己不利 谁知道有没有正直对手盯着自己呢 所以啊 如果自己不脏手 就能干了这件事 岂不是最好的结局吗 所以他要借刀 然后杀人 好 我给你留一个问题 借刀杀人 也是三十六计之一 我们前面讲了 瞒天过海 吊虎泥山 连环记 等等 都是来自于这一本叫做三十六计的小书 你读过三十六计吗 你认为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你的朋友里面有没有读过三十六计的呢 把我们的这一门课程分享给你的这些朋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